這些立委質詢蘇貞昌問他1996年飛帶危機時 李登輝曾提18套陰影劇本 而面對中共軍事威脅 蔡政府有什麼對策 蘇貞昌這麼回應 這樣的回答又是一個偷換國家概念的認知作戰 先不提憲法的定義 我國參加國際組織時 有一個名稱是 台澎金碼個別關稅領域 以前加入WTO 以及最近申請加入CPTPP 都適用這個名稱 然而作為行政首長的蘇貞昌 失散時總是不把澎金碼 當作是擁有治權的地方 難道那裡的民眾 就不是蘇貞昌心中認定的國民嗎? 民進黨為了打抗中保台牌 到處挑動統獨紛爭 不對藐視法際 踐踏國家主權 與中華民國憲法 如果連位階最高的國家憲法 都可以不管不顧 難怪蔡政府違法亂機的情形 也層出不窮 小資重要從政黨員的論文抄襲 習學位 大致防疫和國防建軍的荒腔走板 這也都在帶體現 民進黨假台獨 爭片票的虛偽嘴臉 中華民國已經存在111年 是一個事實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 民進黨不斷地消滅中華民國 也不會抹滅我們是台灣人 更是中華民國國民的現狀